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是范例4 一列正以向右等加速度A前进的车厢中 有一个单摆 单摆就是很单调的一个摆 它会有一个摆锤和一个线 平衡的时候摆线与钦直线成θ角 就像右边这张图 那么车的加速度应该有多少 这一个它的题目呢 其实用生活上例子来说 就是汽车突然往前加速的时候 人会往后倒 所以我们的摆锤就会往后移 汽车往前加速的时候 这个锤子会往反方向移动 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个加速度固定 是A 那这个往后移的这个现象 就会维持一样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它的夹角 透过这个往后移的角度 去算出到底我们需要多少的加速 才可以造成它往后仰 往后移这么多的角度 那其实我们会做的就是去分析我们的摆锤 我们这里画出一个摆锤 那我们接下来呢 画出这个摆锤 它所收的力 然后最后呢 摆锤必须要跟着车往前加速 人去看到的话 他看到的是摆锤跟着车一起往前加速 所以摆锤它其实是有往前加速 最后合力要向右 就跟上一体有点像 我们先把它收的摆锤 我们先把它收的力画出来 首先这是重力 重力 然后绳子 绳子有拉住它 所以绳子有绳张力 这是绳张力 T 它还有它辅助的角度 这是屏幕告诉我们的角度 这是SETA 最后呢 它必须要变成合力向右 因为它是跟着车子一起 向右加速 最后它的合力呢 现在要向右 所以最后它必须要这样子 合力向右 那这时候就用到了向量的合成了 向量的合成 我们这两个力 这两个就是重量和绳张力 经过合成了以后 必须要是向右 必须要是向右 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向量分解 或者做平移 我们先用分解法 我们先用分解法比较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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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水平分量 有没有其他的力 可以去跟它做相加相减呢 其实好像没有耶 那那么这样的话 合力就是 合力就是它 合力就是这个大T的水平分量 其实就是合力了 其实就是合力了 合力又等于MA 那我们这样写应该会比较好 那么我们可以用三角函数表示 那就表示为Tcos 这里的话是sinθ 从底下的这张图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T水平呢 应该是Tsinθ 然后会等于MA 这样子 那可是光是这样子 好像还是算不出来 A是多少 比小题它算A嘛 我们 质量M是题目有给的 然后θ是题目有给的 但是T不是啊 把T题目没有给的 我们的答案应该要用 用题目给的 用题目给的符号 来表示答案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T变不见 那要怎么把T变不见呢 我们有第二个条件没有用到 那就是千值 千值相 千值相的话呢 合力为0 就跟上一体很类似 因为它今天并没有往上加速 或往下减速 它并没有沿着上下的方向去做加减速 它只有水平方向的加减速 所以这么一来 它的 它的 它的千值相的合力就是0 所以 T千值 加上 或是说减掉往下的重量 就必须要等于0 或者你也可以写为 T千值 就等于重量 重量就等于mg 所以 T千值用三角函数表示 是Tcosθ 然后 W 就是mg 这下子 有没有办法把T消除 可以哦 我们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我们用 两次相除 两次相除 就可以把T消除了 两次相除 等号的左边 是Tsinθ 除以Tcosθ 结果是Ttθ 等号右边 是gma 除以mg 结果是 a除以g m消去了 所以加速度就是 Gtθ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稍微 提供一个更快速的方式 那就是 向量的合成 我们的向量是 往上的T 再去加上 往下的W 那最后我们需要的是 合力要向右 合力要向右 所以最后合力是向右 我们向量的加法 是可以平移的 对不对 把向量平移过来 那很明显的T向量加W向量之后 我们合力要向右 那最后应该是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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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向量加W向量 最后等于F 合力向量 这是不是就符合 左边的这张图呢 那恰巧题目有告诉我们 这里是c 所以其实 你就可以找出 T W F 的三角关系了 而且 合力 它其实就可以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就是 W T 再把 NA NG 写进去 你就得到答案 这是用向量的 几何方 几何的做图法 你也可以很轻易的得到 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么第二小题呢 当我们的加速度算出来以后 摆垂的 摆线的张力就很容易了 第二小题是要求 第二小题是要求张力T 那张力T呢 是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第一小题 它是 T可以表示为 sin θ 分之m 其实第二小 第二小个 我不是说第一小 第一小题中的 第二个式子才对 你可以看第二个式子 就是 T cos θ 点mg 利用这个 你可以把T表示为 m乘上g 除以cos θ 那cos θ 现在 其实你可以用tan θ 来表示 tan θ 现在是 这样子 然后 其实它是 g分之a 所以 你画一个三角形 应该是长这样 tan θ 的三角形 g 在直的这边 a在横的这边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斜边就会是 根号的g平方 加a平方 那当然也可以找出 cos θ 就是 根号 g平方 加a平方 分之g 所以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把T 找出来了 所以T 其实就是m 乘上 a平方 加g平方 这就是答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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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